注意看這個遊戲太狠了 哎呀這個遊戲啊 這個發兌換碼真的是發的不手軟啊 然後呢兌換碼的這個質量又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是FB上面的公告 榮獲Google Play年度最佳劇情獨家優惠券 其實呢說實在 雖然說我覺得這個遊戲是好玩 然後呢這個福利也是送滿滿 不過呢年度最佳劇情遊戲 說實在齁我不知道說是櫻絲錄全初級裡面 有什麼劇情耶 因為他就是推官嘛 然後呢在這個關與關的之間呢有一小段的這個故事 那再來就是角色的介紹 我覺得劇情沒有很多齁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獲得這個Google Play的這個 年度劇情最佳遊戲齁 如果說劇情的話我覺得我玩的那個 我的預見日記啊他的那個劇情還比較多 那在櫻絲錄啊全初級啊其實 但是劇情沒有那麼多齁 還是說他的劇情指的是說 像是角色的這個文稿啊 還是一些這個 那個什麼內容啊之類的這些敘述 這個也算是劇情齁 好那所以說呢不管怎麼樣齁 反正就是恭喜他得獎 之前呢他也是在什麼 什麼韓國Google Play也是得獎 然後也送了一個這個很有分量的這個兌換碼 好那這一個兌換碼呢是叫做Best of 2022 哇一般招募券30個齁 重點是他是一款新上限 也不在新上限上限好像三個月吧 三個月左右的遊戲 但是他送的兌換碼真的是非常有分量齁 比很多這種上限很久的遊戲啊 送的都還要多很多齁 好這是其中一個兌換碼齁 然後呢再來看是有關於聖誕節的部分齁 聖誕節的部分呢是天天都有兌換碼齁 那像今天是12月1號嘛 所以你就是要輸入2022-1201 那明天12月2號的話呢 你就是要輸入2022-1202齁 這個樣子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來輸入看看吧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有一個新的這個倖存者 那沒關係齁 我們先來輸入這個兌換碼齁 好因為這兌換碼是有時效的齁 千萬不要千萬不要忘記輸入喔 而且這兌換碼非常的大齁 好首先是這個Best of 2022齁 好這個Best of 它會自動變成大寫啦這樣子 好使用優惠券這樣子 好獲得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今天是1202嘛對不對 2022212 對不起今天是那個12月1號啦 1201齁 好這樣子 OK 那你如果說預先輸入明天呢 應該是不行啦 這樣子 好還沒開放啦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今天的這個是30抽對不對 來看一下齁 喔 今天也是這個30抽對不對 然後20221201的這個是1000個藍色肥料的這個碎片齁 哇真的是超級超級酷的 好那我們趕快來把這個肥料開一下 好開了一堆肥料齁 然後再來是30抽齁 好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那我的心願清單大概是這樣設齁 這個是善的倖存者 然後旁觀的旁觀這個要改嗎 好像也不用改齁 就先這個樣子 好然後中立的齁 然後再來是2的齁 我把這個貝額放進去了 好30抽齁一定會出一個紫色齁 我們來這個把它抽完齁 好沒有齁 因為我才剛剛中一個這個紫色 啊這個真的是要到保底齁 好了30抽保底齁一定出紫色 來一次來個三值吧 好久沒看到三值了 好只有一個齁中立的 希望是R齁 我的R欠一個可以升到白色了 啊凱特齁沒有 好沒關係齁 那但是呢還是有獲得很多這個肥料 我們來升一下齁 喔凱特可以升星囉 這樣子 哇 這麼多肥料只升了一個這個 這個紫家的這個綠胖胖齁 好我們凱特升個星齁 好OK 好所以說這是對話碼的部分齁 好那再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隻新的角色齁 這一隻角色啊 我還蠻意外的 為什麼蠻意外的呢 他的名字叫做發明加油金 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有說我沒有看英式錄的影集齁 但是我知道英式錄影集有好幾季齁 現在好像到了十幾季吧 然後呢他的特色是每一季啊 大家觀眾都會期待說哪一些角色啊 會被領便當齁 那既然有這麼多季的英式錄影集 他的角色應該是很多才對齁 那怎麼會說這一隻這個十二月六號要更新的新角色 他的名字呢還是叫油金呢 只是說他改了一個名字 就是說前面加了一個這個title叫做發明家油金齁 所以說呢我們的油金有兩個形態齁 一個是旁觀陣營的這個油金 然後另外一個是絕對善的這個油金齁 我覺得應該英式錄裡面還有很多角色可以用吧 好那不管怎麼樣可能是油金比較有代表性吧 那這個是絕對善的角色齁 那技能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齁 簡單的原理齁 在密集的敵人區域呢丟一個滅火器 然後對範圍的目標造成這個傷害 然後呢這個在持續十二秒之內的噴灑粉末 然後每秒造成持續的傷害齁 好所以說這是一個這個這個存傷害 然後第二個發明家專利以後是躲在推車後方避開敵人攻擊 然後並向近距離丟置自製的燈炮炸彈 然後呢會有範圍的傷害 然後另外他的特色是說我方 我軍的全體死亡之前他不會被敵人發現 所以說呢齁也就是說齁 這個發明家油金呢剛開始上場的時候呢 他就是躲在我方這個推車的後面 那敵方呢不會去攻擊到他 所以呢上場的時候呢他就不會被列為敵人的目標 那這樣子呢也會也是代表是說 他沒有辦法就是幫我方這個分擔傷害 那等到呢我方的四個人齁 都死光光之後呢他才會出現 然後被敵人所攻擊喔 好然後再來是萬全的準備 消耗這個HP的25%然後呢拉動 藏在地上的繩索 半島最靠近我軍陣樓的敵人跟橫排的所有敵人造成傷害 好這個要注意喔 他是半島最靠近我軍的敵人 及橫排的所有敵人然後造成傷害 重點是半島這兩個字 為什麼要特別說呢 因為這個看起來是一個控場 是一個控場 所以說呢這個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技能 為什麼要注意呢等一下我們再說喔 好然後安全地帶 因為呢萬全的準備這個技能 他會消耗當前的HP 所以他的血量會少 雖然說他不會被攻擊 但是呢他的技能會少血 然後呢這個萬全的準備 在他的血量低於60%不會發動 那他怎麼補血呢 因為他又不會出現在場上 那他的補血方式就是每秒他會慢慢回血 然後呢這個 這個場上的敵軍或是我軍 當他恢復到 當他補血的時候呢 這個達到最大HP10%的時候呢 他也會跟著補血喔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隻角色在劍遠針是像誰咧 就是這一隻 春雨姑娘弗咧啦 那春雨姑娘呢算是一隻平民的這個半神惡魔角色 所以說呢就是也不用太期待說他的威力會有多強 你看他的這個大招也是一樣 會在敵人密集處製造一片這個花海 就是範圍攻擊 然後呢這個花海12秒之內呢 會對敵人造成這個每秒鐘啊 他的這個角色的這個傷害 然後再來他始終在這個戰場上空飛翔 也就是跟剛剛那個發明家邮件的敘述一樣 他會躲在推送後面敵人不能打到他 然後等到當我方的存活角色只剩一個人 也就是剛剛說的 當我方的四個人都死光光之後呢 發明家邮金或是弗雷拉他就會出現了 然後呢這個是萬物復甦喔 這個技能就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呢這個劍遠針的這個技能呢 他是會射出一條直線的小鳥 然後呢對敵人造成傷害 那這樣子友軍會獲得護盾 那但是呢英勢路剛剛的說明是說 他會絆倒敵人 他會拉起藏在地上的繩索然後絆倒敵人 那劍遠針的這一招呢是一個純傷害 然後呢友軍會獲得護盾 但是呢在英勢路發明家友軍這一招 他是會半倒敵人 所以我覺得控場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說這個等到發明家友軍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測看看說這個半倒 半倒橫排的話效果是如何 因為如果是半倒的話 我覺得會比劍遠針的這一招來的有用喔 好那最後一招也是一樣 他是這個緩緩回血這樣子 好然後呢專武的部分呢 就是說這個對敵人造成攻擊的時候呢 對方會有減速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實際戰鬥上面的效果齁 這個可能要 這這這這可能要上一下友軍才看得出來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先隨便上個幾隻角色 等一下齁 譬如說我這邊前面放兩隻角色齁 然後可以看到齁 開場的時候呢 他就在天上飛 那剛剛說的那個發明家油精齁 他會躲在推車後面 所以他可能是躲在這個後面不動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你場上齁就是 就是會少他一個人 因為他就是在 他就是躲在那個地方進行輸出 不論是在天空啊還是在這個後面喔 好現在呢我軍的人除了他之外呢 都死光了 然後呢他就會飛下來齁 這樣子 那如果是發明家油精的話 他就會從推車出來 然後就會被敵人選為目標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OK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隻發明家油精齁 他是屬於這一個 絕對善的角色齁 所以說是一個比較難抽 也比較難培養的角色 但是在劍遠針啊 這個是屬於平民的半神惡魔角色 也就是說 他會偶爾會在活動中送啊 然後或者是說 他在這個兌換上面 然後會比一般的絕對善絕對惡的角色便宜齁 但是不知道說這個英勢路 全員初級是不是這樣的設定齁齁 好那我們就期待接下來這個12月6號的更新 然後 這個兌換碼齁 不要忘記趕快去輸入這個Best of 2022 以及說這個12月1號齁 開始 為期25天齁 得這一個 這個聖誕節的這個兌換碼 像今天就是2022-120 明天就輸入2022-120 然後呢 這一個每一天呢 的兌換碼 好像看起來只有一天的這個輸入時間齁 所以說你如果說 忘記輸入的話齁 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到12月25號 然後一口氣把12月1號 輸入到12月25號 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不要忘記每天都要輸入齁 好 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齁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